大家好,又是我Andy Sir教室的时间 我们很荣幸得到Nikon借出Z9 全城期待的新机在我手上 我们长期测试,虽然长期测试了三天 其实我在发布会的时候玩过 都是几乎很恐怖的,天下无敌 不过外出玩,又是另外一个 再试真一点的情况 因为要试这部机 其实我又带回去的时候 在我家试我的小猫 没什么意思,因为试我的小猫 ZFC都可以 动物对焦已经完成了 这部机器对小猫简直是太轻松了 因为Nikon借这支很厉害的 100-400新的S-Line 长镜给我 所以呢 我就看看我们 因为我们AVA教室有很多课程 刚刚 Heidi 有个风景课程 去机场拍摄 乐日飞机 那就適合我了 所以呢 我就加入他们 那天 去了 机场 这个 跑到 拍摄飞机的位置 那就拍摄 乐日飞机 那 幸好 那天天气很好 那就 有这个 鹹蛋黄 有飞机降落 那 那 我们就拍了 一个多两个小时 即是日落的时候 其实日落的时候 都是大半个小时 那 一路等 等日落 那 那当然 我这架Z9 即是 拍摄飞机 这麽大的东西 天下无敌 还有这个 100-400 那 这个是没有难度的 那 我又试过 它的多重步 把太阳拉下飞机 諸如此类 这些 简单的东西 那另外 要试这架Z9 其实 就要试它的速度 那 幸好呢 我们刚刚找到 两个小模特 那 就有个 爱荣姐姐 就 和 和 这个 小朋友 一起去 机场那里玩 看落日 一路玩 那我见它们玩得很开心 那我趁它们玩的时候 刚刚 在落日的时候 那 我就把握机会 就 在它们 在它们玩的时候 就拍了 几 几个系列的相片 譬如 它抛个小朋友 譬如 它自己 两个 姐姐在那里玩 跳 譬如 那小朋友 看落日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 时机 是很美的 刚刚呢 那小朋友 跟他看落日 刚刚有一天飞机 经过 那我就 不停 拍了一系列 很美的 很美的照片 很美的照片 Z9 真是给到 多很多的 事实上 这架 在这些情形之下 真是买机送技术 哇 你只要一对 一起 全部都中 还有 即是它的 一秒 二三十张 真是 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moment 都拍了 之后 我会给 一两张 我选出来的 很美好美的moment 即是 是 很有爱 很充满爱的moment 都是很手到拿来 去找到的 而 如果我们 用一些慢的机 诸如此类 在这些 千钧一发的时候 其实 很难 难以注信 可以捕捉得 那么多 那么 就是因为 那么好 我如果 放一张照片出来 你就不知道 其实我是很轻松 这样做到的 所以呢 我就将一些照片 串在 一些 所以大家就看到 哇 其实 全部都已经拍了 基本上 呃 用 Z9拍照 是 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真是 已经去到一个 买机 真是送技术的时代 因为以前 我们很多时候 都说买机送技术 但是其实 有些很旗艦的 的机 其实 不是容易用的 不是容易用的 很多都要专业的 呃 呃 师傅啦 或者是 很乐 很深知的影友 才能用到的 但是坦白说 呃 呃 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时代呢 呃 Z9这些机 其实 好 初步 拍照的人呢 拿起这部机 其实 都是可以拍到 好好 很精彩的作品 因为实在太容易用了 呃 呃 我讲个比例给大家听 就是 当年 譬如好像我们 银车的时代 呃 未去到自动波的时代 我们要 首波 银车 那要控制极力指 要控制油门 又控制得不好的极力指 又会死火 那是很难 很难做的 那后来呢 到自动波时代了 初初的自动波呢 都是 呃 很普通的声能 是比较差的 但是 去到Porsche的Tiptonic时代 哇 它那个自动波 呃 呃 我想 除了铅难 没有什么高手 比它更好的 那现在 这个N9 事实上 就是将我们的 摄影 推到去这个时代 所以 其实 真是 摄影的新时代 呃 Niccon Z9 开启了 无反新时代 加 呃 已经没有了快门 但是 即是已经没有了 机械快门 而 全能的 全能的摄影时代 所以 摄影的机械限制 一切一切很多很多限制 已经被这个摄影打破 那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 因为说这些 其实是 就是 没什么所谓的 那我们 去片 看一下 我拍照的时候 拍了些什么 和大家去看一下 哈 好 去片 哈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又出来了 这里是机场的范围来的 其实呢 可以看到呢 有很多我们的同学呢 都在这儿拍着飞机了 那Andy Sir来这里做什么呢 其实呢 其实呢 今天呢 我就带了一部 很厉害的机器 哈 就是 NICON的Z-Live 还有 除了NICON Z-Live 我还有一支 很厉害的 就是NICON的新的S系 100-400 一支大镜 那呢 一会儿呢 我就可以看一下 和太阳 和一些飞机 可以试一下这支镜 有多厉害了 和这部NICON的Z-Live 的厉害了 好了 我们一会儿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